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你就能够将来忘得不得了 忘到不行 所谓买地要买即使地 就是讲的意思是这样子讲 就是说你买房地产 但那房地产这是难免的 但中国地大物博 你到青海去买一个房地产 你可能要放了几百年以后 才会发达 你到青海到甘肃去买房地产 你要看哪个地方会发展 你确实看出来了 像我 我跟人家看地 我走到一个地方之后 我跟那些人讲 这个地你可以买 以前我到印尼 印度尼西亚 在印尼雷杖寺盖的地方 那时候是方礁片野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 方礁片野什么都没有 我说这一块雷杖寺盖在这里 是正确的 将来这里的土地会暴涨到二十倍以上 听我话的马上它就进去了 不到几年 二十倍以上 像我刚来七期 这里是台中最精华的地方 刚来这里 才几栋房子 第一栋就是这里 在那边有一栋叫天玺 天玺 两栋 人文领域第三栋 这边有一个心血梨第四栋 有一个理性感性是第五栋 那时候七期根本没有房子 荒草片野 野狗成群 都是流浪狗 只有五栋房子 就是这一间天系 人文领域 心血梨 理性跟感性 这五栋而已 还有星光三叶 星光三叶当初盖在这里的时候 所有人就说 谁会去那里啊 全部那方交野外 去百货公司去新光三叶 没想到新光三叶现在是赚钱最多的新光三叶 也不够是十年 十年之后你再回来看 天啊 这七期算什么 这个已经全部都是高楼 大家全部积满 你眼光准的话 当初你买土地 那时候啊 很大片的土地才一亿而已啊 才一亿 或者很大片的土地才一亿而已 两亿而已 两亿就很大了 这些大楼 到最后跟人家买的土地是这样子 多少亿啊 已经十倍二十倍以上了 你知道当初 我们来买是多少钱 一瓶 我告诉你喔 才八万 一瓶才八万喔 你台北想都想不到一瓶会八万 一瓶才八万喔 十年前 十几年 十年前 一瓶才八万 现在一瓶多少 人家讲说六十 六十万 但是你知道在中国买房地产 你要看准 你去看 我曾经帮人家看了 去看荒郊野外 那个山 几座山 山底下一个旷野 根本就无人居住 全部都是树林 狗的地方 我跟人家讲说 这里会发达 这里会发达 我说这个地方会发达 他们说有可能吗 你带我们到这里来讲 买那一种 那个没有人居住的 连猫狗都不来的地方 有可能会发达吗 过了几年了 变成一个city 一个大的城市在那里兴建起来 所以是就是你去那边看是看那个风水很好 还是你是去那边问他们这个土地公司 那个地当然都有 洪水很好 那里的地神讲 再过几年 这里会变成一个城市 真的是真的是真实 我去到了美国 我看到那个一块树林 没有人住 通通都没有人 我跟当时在场的人讲 这一块地 将来是世界第一富豪所居住的地 那时候 哪有可能 跟着我们的那几个人都说 哪有可能 这里会变成世界第一富豪住的地 他们都不相信 没有人相信 也没有人买 那时候我带着台湾那几个土财主 去看地 我当然也帮人挑 我说这一块地真的很好 将来就是第一富豪的地 没有人买 那大家都看不好 后来就是比尔盖茲的土地 真的是世界第一富豪 麦克苏 就是盖在那里 那里的发展非常的迅速 在比尔盖茲 就是西雅图的这个Ober Lake 比尔盖茲 那地方盖起来的 这个世界第一富豪的地 你看 它就是世界第一富豪 讲得很准 但是那些土财主说 你怎么没有讲 我说讲给你们听了 什么没有讲 你们每一个冲通都漏掉了 世界第一富豪的地 我指着那一块地 结果是比尔盖茲 比尔盖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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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厕所文化 军人有厕所文化 就是在厕所里面写一些字 对不对 那上面就写着 天涯何处无芳草 何必丹念一枝花 就是这叫你心胸开大 心胸大 像那男生爱一个女生 爱得这样死气活来的 杀他一刀还要讲说 我爱你 杀一刀喊一声我爱你 这个是战友心理 那是战友 那是战友心理 邪伙人不是 邪伙人心胸开放 他不是战友 他是彼此互相照顾 对不对 男女情理就是彼此互相照顾 互相容忍 他觉得说 你朋友爱上别人了 没有关系 至少你要想一想 还有其他的 还有天下的女生多得很 还有其他的 另外 你应该祝福他 说不定他所爱的人 跟你在 你跟他在一起的幸福 输给他现在希望嫁的人 你要这样子想 那就要祝福他 应该要这样子的 所以要有修行就是 我很教大家修行的意思就是说 你心量方开嘛 你心量太狭小 你老是想要赞助一个人不太好 所以这个必须要从这个教育下手 像情人看刀啊 这个破釜沉舟啊 好 你不爱我 我就把你拖下水 叫你很难看 就是这样 那种心理就不好 那你又怎么招证 证人呢 要他就穿 我也觉得是 词相很重要 人的词相 人的那一种 平坐感觉坐 我刚刚不是讲的 平坐感觉坐 那个 你的 你看啊 觉得非常心生翻喜 他看那个男的 心生翻喜 这是有缘啊 但是缘也会变化 有的好缘又变成恶缘啊 有的恶缘也会变成好缘啊 有时候越看越习惯了 就是会变成永缘了 这个 像要不好的 或者怎么样子的 也不能说这个样子 有些 有些男生是这样子的 看到每一个每一个好 有些女生也是这样子的 所以 一般来讲 这 还是找师尊吧 算一算 算一算 到底是哪一个是好的桃花 哪一个是烂的桃花 那有时候也不行 有时候 我有一次 一个华航 华航那个空洞小姐 来问我 他提两个男朋友的名单给我 哪一个名单比较好 我算一算 这个是比较好 你可以跟这个人结婚 跟这个人就不要结婚 好了 那 那个 华航小姐 他就认为说 这样好 就跟这个 另外那一个呢 他就跟他讲 那个卢斯珍跟我算 说 我跟你没有什么缘分 跟你没有什么结婚的缘 我们就分锁吧 哇 那男的天天找我 他一喝酒醉就找我 找我 你知道 他知道我 他到喝了酒醉就来找我 哦 这样也不行 哇 不过 如果 找到真正的朋友 认为是好的还是坏的 有时候分不清 那我帮你挑 但是不要告诉别人 我帮你挑 哪一个是真正的演 哪一个是不是 就是这样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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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帮我们挑六幅画好不好 好 河下鱼甜甜 这是一个荷花 不过这个荷花是属于好像是印象派的 印象派的 这个荷花就是把它整幅画里面 把它变成一个荷花的意思 有的这个艺术家认为说 用色很大胆 但是用色能够很快的 你一入门的话 你就会被这个颜色所吸引 那么底下有很多鱼 鱼好像活的 因为画画就是说 有一个静的 就必须要有一个洞 一静一洞 那么一深一浅 那么有浓的地方 有淡的地方 淡的地方 淡的地方我就写字 它的意义就是在 河下鱼甜甜 就是这些鱼在那边游 都是很快乐的 而且都能够非常的轰足 吉祥如意的意思 吉祥如意 只是画一只鸡 但是这只鸡是属于动的 是属于动的 动的 其实应该讲起来 要再画一个东西出来 所以因为只是 它是动的 但是用这个诗去配合 就会比较出色一点 吉是代表吉祥如意 欲业今知灵子正 朝南翡翠 奉其名 这个是印象派的 你知道那个 像天夕点灯 点那个灯啊 到了虚空之中 虚空中本来是黑色的 那灯有一点红色的 那么印象中 里面的紫是黄色的 就是把它印象 天灯的印象 是属于印象派的 印象派 这个是祝福的意思 祝福的意思 对 因为天灯都是在做祝福 祝福的意思 灯应该是动的 那天是静的 这鱼本来是最自在的 鱼本来就是最自在的 对 画里面很多鱼 但是这个鱼呢 其实鱼有很多很多种 鱼有很多很多种的鱼 那么鱼呢 形状各有不同 你怎么画都是鱼 只要他是佛的 一看是鱼 而且你看嘴巴张那么大 他嘴巴张得大 当然吃得多了 嘴巴张得大 而且很佛 看起来很佛 他们都是在游泳 而且这是很凶猛的那一个姿势 一般来讲鱼呢 你画两条也可以三条 但是两条以后重叠 这两条重叠 就显出他的艺术出来 再补一些这个 水流 对 其实白色的就代表水的 都可以代表 然后绿色的就代表水草 鱼本来是很自在的 但现在捕鱼的人太多 他就不自在 这画就是属于有点抽象画 你看有蝴蝶 有花 对不对 有莲花 就是像一个梦境一样 就蝶恋花的一种梦境在里面 对 这就有点抽象 抽象跟异象之间 抽象跟异象 这一幅画蛮有意思的 蛮有意思在里面 有它的意义在里面 这是松跟鸟 松跟鸟 讲同心同德 同心同德本来是祝福 你写给人家的那个匾 你争给这个夫妻 人家结婚 争一个匾给他 可以写同心同德 同心同德 这三支就等于不是一个家庭 三支就不是家庭 是一个团体 是一个团体 这个团体呢 这个意义就是说 你们三个人做生意 希望你们同心同德 那么像松树一样的 能够永远的存在 这个公司永远的存在 而且有很大的发展 它的意义在这里 三个人合伙 然后他的生意呢 就像松树一样的 发展的这么大 就是同心同德 开悟我是讲这样的 就代表一个心 一个人 一个人 一个人的形状 一个人 一个眼睛 一个眼睛 一个鼻子 那么在这个人的脸上 就写来一个悟字 一个悟 那么这个悟字呢 就是好像一个人 一个人呢 他开悟了以后呢 就像不倒翁一样 永远不会倒的 开悟了以后 就像不倒翁一样 一切形式作为 他都是走得非常的这个 非常亲近的 那就是一种开悟的境界 这一幅是抽象画 抽象画 你们看得懂吗 这是眼睛 我是这样子想的 你来看看这个画家本身的想法 其实人生都是一个框框 人生都一个框框 两个人生活 都是一个框框 这是一个家庭 那每个人生活在他的框框里面 有大的框 这整个都是一个框 大的框 大的框里面有小的框 大的框 这是一种感叹 很多框框 这个都是框框 人不是被这个框框限制住 对 像我来讲起来 第一个 我是出家人 就被出家人的框框限制住 很多事情不能做 有些事情可以做 有些事情可以做 有些事情不能做 不能做的事情很多 这个框框就小 这小框框 有些事情 这个 像一般人来讲起来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在房子里面也是一个框框 事业也是你的框框 爱情也是你的框框 你的这个经济也是你的框框 你的人事也是你的框框 任何事情都是在窗子里面 窗子有大有小 你必须要把这些框框都拿掉 你才能够完全自在 这下面提出感恩的意思 就是说我们活在这个框框里面 活在这个生命 活在这个框框里面 但是必须要花光花亮 就是在黑暗的时候 你也能够发出你的亮光 在一般比较清净的时候 你也能够发出你的亮光 我们活在框框里面 这地球也是一个框框 你离不开这个地球 宇宙也等于是一个很大的框框 你坐在飞机上 飞机就变成你的一个框框 对不对 你的公司就变成你的一个框框 你坐的职位也是一个框框 就是人生都是活在框框里面 他的意念是这样子 但是要感恩的意思是说 虽然有这些框框 但是你也能够发出光了 所以说你这么多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灵感 因为可能看人生看得太透了 人生看得太透了 你自然有灵感 而且天地之间都是新闻 新闻中自有天地 新闻中自有天地 天地间都是新闻 像每天你们做报导 做新闻报导的 在写东西的 你要想天地很开阔 天地间都是新闻 新闻中自有天地 是什么力量子 让你持续想要画画 画画是这样子 就是你心里有灵感了 你就想发射出来 就把它画出来 那是舒解压力吗 还是 都有 有一种是兴趣 我自己的兴趣也喜欢画画 那么也有一种动力 那个灵感给了一个动力 最主要 那您觉得就是透过您的画 可以怎样来传达佛法 那收藏您的画 我们会不会就是 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吗 还是加持 因为是师真画的 那地质也很喜欢 也很喜欢 那么各品所需 也就是说 我把这个灵感放在里面 你体悟了这些灵感 你对人生 就会得到的加持 你的人生就自然 会得到的加持 这样子 那有听说就是 您曾经在西雅图的天空作画 有有有 这种情况是这样子的 因为天空 我有一次从这个家里走出来 西雅图的这个庙 雷杖寺走出来 那出来的时候看到天空 我就觉得说 哇 这天空真的是大画家 我就水手就这样 哇 在空中画了几幅画 这一画 没想到这个老天也有感应 佛菩萨也有感应 我一画过去 马上出现红色的 一画过去马上出现红色的 还有彩虹 在西空中就布满了红色跟彩虹色的 这样子突然之间的那一种结束出来 哇 红色跟彩虹色 大家都很惊奇 本来西空中都是墨色的 虽然有钱有身有什么样 但是居然师尊拿起这个笔 在西空中画几画 就出现彩虹 而且出现那个好像说红色 哇 大家都觉得非常细节 这个 说空中作画 这是 这也是感应 对 这边有三个点 就代表天地人 所有的笔 有一个安字做起头 安就代表天 就天地人三 那安 空 就一个安字 就是翁 我们中文读着安 那在外面读着翁 翁 就是代表宇宙 翁 就是琴哪一位 就是琴的意思 琴瑶词金母 金母的名号在这里 福 它有福头 这里叫福头 这个福的中心 还有福的福档 就是福的分成三种 就是金母 鱼 画下来呢 它有乐令 乐令 这个鱼就是灵感的灵 鱼就是灵感 这个要灵感 这叫福要产生一种灵感 一种灵福 然后很决定的 每一天 每一夜 每一个年 都能够 看到钱财 这里是一个字 一个王 就是 这个看到钱 但是看到钱没有用啊 要忘了 要忘了 每一天钱 每一天钱 so many the money coming home on money coming on money coming home on money pame home 变成 on money coming home 就是很多很多的钱进来 the one 立令 立令就是说 这就是已经 命令下来了 要照这个是执行 然后画上这个 福的福袋 这个是福的福袋 这是招财福 这个要哈气 哈拉气以后呢 还要做加持 加持就请姚舌金母来布光 这道福就有用 没有姚舌金母下降布光 这道福就没有用 是这样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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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2015年 联收和卢盛夜 为羊年特别赐项目 大家都感受到喜气娘娘的暖意 做好 在哪里 不是 是 我 你 你 你 感谢观看